此刻令狐冲头顶一片大草原 那样来一眼望不到边 为了不使月灵山和林平之难堪 便坐在原地没有现身 只见小师妹绕其身后刷的一声拔出场面 在雪人背后写上一行字 小林子看后同样舞动剑身补上一句 接着两人嬉戏打闹 继而四目相交寒起默默 令狐冲亲眼目睹 内心遭受万里暴击 就在这时忽有武器拍马赶到 各个面目睁明不怀好戏 带头那人更是不留分说 小师妹上千里论 不料这群百人头土芬芳 乌烟慧玉居层出不穷 忍无可忍正欲拔剑 突然一阵笑声喘来 来大家快来看呐 看这几个字啊 真是一对情侄在说梦话 你们看呐 林行之听门愈不可恶 右手拔剑而出 轻轻胖胖刀劲回头身边 双方战斗一团 华山变化明满江湖 但此二人虽身出华山 变化一段剧还差了甚有 面对这几个毛贼 刚开始上能对手负荣攻击 不过随着体力下降 加持对方人多许 紧接二十几招 剑身并未击末 两人战于招架之力 随即月灵山惨刀毒手 三名歹人一拥上前 动手动剑 眼看小师妹就要被歹人欺误 宁博冲实力一针 从鸡血中跌突 杀石之无忍匪人打破玉强 将刚刚新宫之战的怒火 统统发现出来 一顿砍瓜贴菜毫不留情 剑踏剑法刀钞 一人变刀架月灵山脖子之上 一过其就此助手 命服冲此刻以沙红那点 剑身一痕急速刺来 独孤九剑快准喊发挥的灵力定制 那人还没来得及反应 便为一剑谈喉硬伞当场 若使约欲人一顿当刀刺身攻击 命服冲转身之间 长剑横落此人手腕 硬生起来 对着警告奈在部一剑 随之口吐鲜血一命呜呼呼 呼闻背后有一动 头已不回长剑范园 阿娜之间剑身已从后心传过 你们如我小师妹 一个也别小活命 继续最后一个海负剧丸套 命服努力的作息 渺渺跟着碰着鱼 说 刚才在我身后写的什么字 海枯实烂 两千物鱼 再说一遍 海枯实烂 两千物鱼 别说了 别说了 此时此刻令狐同学心碎一力 心中酸楚怕只有舔狗才能懂 两个 走吧 两人互相搀扶便要离开 连个谢字也没有 仿佛这一切都理所应当 就在这时又一个雪人暴敛 你不说声谢谢就想走吗 月灵山回头听了一眼 令狐冲冷冷说道 这是我跟他的事 似乎也有道理 舔狗还需要先忙 迎迎着暴脾气可受不了的热焚气 说着便挥剑朝小师妹子 令狐冲近状急忙上前 指手握住剑篮 快走 走 看着他两人走远 才反应过来 隐隐已然哭成了泪人 醋谈自尊的一地 一股自粗味扑面而来 看到女儿受委屈 任我行为也飞动而出 我的女儿啊 就是个傻女儿 令狐冲为了你 大闹少林 天下节制 还为了你 不愿重回华山 但就这两件事 你也该知道令狐冲 对你的心意了 还是老爹懂得女儿心事 聊聊几句 迎迎迎嘴一笑 也没那么难过了 转而又开导起了令狐冲 你呀 救了岳家大小姐 也算报了师门之恩呢 从今往后 你们谁也不欠谁的了 接着再次邀请令狐冲 加入绿叶神教 而此时心力交瘁的令狐冲 哪有心思想这些 便一口回绝 另外一点 远在恒山的田伯光 日子也不好过 再一次被不介和尚 强行辟度 网于树上 我田伯光 可杀不可辱 我要让你做和尚 呸 你才是和尚呢 你们家祖宗八般都是和尚 你要是还不避陪 我就掩了你臭小子 天文要收缴 作案工具 田伯光立刻闭口不闲 接着不介将手伸进的袖口 你干什么 以后不让你再碰女人 不要 这道路似曾相识 田伯光明白大赫尚 又要给他派新任务了 原来恒山派要去福建斗魔教 此一去路途凶险 不介担心女儿一命的安危 故让田伯光扮起左右 护起独拳 怎奈伯光兄彩化大道的女生 安全起见 逼其扶上一颗自制的销魂断肠散 胆胆再碰女人立刻断肠而死 我不敢 不敢也得敢 那解药就在我女儿的手里 你保她回来 她自然会把解药给你的 田伯光这下彻底没了对策 你们按照大赫尚的话 乖乖来到恒山 万里独行侠田伯光 空降花丛之中 被一群小姐姐环绕不由的心花怒放 你们俏丽的身姿 美丽无比 这一方随徒 养一方人的 大德银嘴 赶到恒山上来撒野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田伯光暗哼一声 胡说八道 我是不想活了 但我一看到你们 我还是要活下去 活下去 就在此时 定义师太带着一命侧身走来 伯光兄立即放下屠刀 双手和食 一步一驱 缓缓走上前来 说自己来恒山是找师父的 谁是你的师父 只见他手指一命 开始帮起回忆 当年南越恒山回燕楼上 清白师门有令狐冲为证 见田伯光这般无礼 恒山重力又一拥而上 将其围困其中 干脆摆住一副 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神态 我恒树是个死 我死在你们的御守之下 也不枉我田伯光 采花大盗的名声 按照定义的脾气 本早该处置了这银子 只是考虑到田伯光 若死于恒山之上 传于江湖 有乌恒山派名声 随即问道 你冒死上恒山 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只能跟我师父说 第一件状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带着其他徒弟就此离开 仅身两人之时 田伯光双膝跪地 服于师父深情 一名瞬间不知所措 忙匆匆转身归师父而去 这天清晨阴雾蒙隆 第一师太穷进恒山派所有站 一起下山前往福建 临迪之际回首 明望无四安 这一望不曾想近视之地 宁狐冲之身一人也在赶往福建的路上 沐浴客栈刚讨一口酒喝 不料一河洗脚水 同家下 连忙纵身后 越才避免成为洛塘鸡 他奶奶的 你走路没长眼睛啊 你没看到老爷我得早睡吗 宁狐冲先是一愣 接着电视一个讽刺 使出君子的最高境界 动口不动手 啊 你是在骂老爷我吗 啊 哪敢了我 俗话说人负水也甜 官大屁也香啊 说着闭眼深吸一口气 香 真的奶奶的香 你小子还算灵牙利痴 拍马屁都拍出味道来了啊 说完呵呵一笑回屋去聊 宁狐冲回头便问掌柜此人来头 得知是从京城而来的军爷 伸起一匹枣红色高头大马 于是寄上心来早早地在半路上等着 过不多时 果真这位军官缓缓走来 看到小生在路边饮酒 不由得又白起不来 小子 来 好酒 给你打一喝口酒 宁狐冲起身说道 想喝酒可以 不过的哪里这身行头来话 本将军吴天德 是皇上委任的福建全州府的残将 你敢打击本将军 那就是个皇上作对 身为武林中人 最恨的就是这等欺压百姓的贪官污吏 抬脚一脚金鱼马具 吴残将一身被掀落 随即开口求饶 别别杀我 宁狐冲不想听他啰嗦 立刻将其巴的感觉 这一手将其胡子也耗了下来贴在自己脸上 还不忘一幕练习他说话的语标 你奶奶的从路没带眼睛啊 让开让开 接着妖客一声策马而去 没过多久 任盈盈恰好陆遇此地 尖门上写着 此地平民邪人墨尽八个大字 奔其一脚踹门而立 四下端详一番 便确定这就是自己老公干的好事 胡参将以为来的是个救星开口说道 小奶奶 你是好人 快救救我 我这个管做得不容易啊 我是等了八天才等到这么一个空拳 要是这个管丢了 我回家怎么想抚摸大人交代啊 听闻此言 辨之不光是个贪官还是个挖宝男 气就不打一出来 常见一回便将其今生的头发又削掉大半 随即飞身上马吹命狐冲而去 这也倾盘大雨 便闪了一幕 一身军爷打扮的令狐冲正在酒馆玩的兴起 突然一女子头戴青山傲闯了进来 令狐同学谈眼一看 便知这身老婆追上来了 矮于蛮屋子不知底细的黑衣人 灵济一动献边献眼 我说这不是仪花院里的梅花红吗 盈盈听闻怒上心头刚想发飙 却又改变自己 哎哟 军爷 您真是个无情无义的薄青狼啊